那个曾经让整个A股都颤抖的男人 竟然被一个保安给轻松拿捏了 而这个过程简直是比第二剧的要精彩呢 上市公司中具高薪因为拥有除邦和美威仙两大品牌 被称为是A股的酱油老二 可是最近的中具高薪股东之间的争夺战正在激烈的开打 一边是曾经A股最著名的野蛮人 宝能集团的姚振华 另一边则是以中山火炬集团为代表的国资股东 这个宝能在2021年的时候由于流动性的问题 失去了中具高薪第一大股东的地位 但是呢还保有董事会的控制地位 随后围绕着中具高薪的控制权 双方就展开了争动 然后呢这两天出了一个大瓜 宝能集团在自己的网站上放出了这么一条视频 谁让你们这样做是李贱吗还是谁 但是我从来没见过能够乱到这种程度 视频里面呢是姚老板去中具高薪的总部调研 结果呢居然被保安拒绝进入了 霸气侧漏的姚原外在门口是对峙了十分钟 还是没能进掉了大门 最后就只能愤愤不平的回家了 而同事宝能集团还发了条声明说 这个上市公司董事会聘任了一位总经理 两个副总经理 但是也都没能成功入职 甚至同样的连公司门都进不去 公告里面还说 憋了一口闷气的姚振华只能选择 前往广东高级人民法院信访维权 连遥远外都被逼到要去上访了呀 但曾经的他可是非常的厉害 他的宝能集团靠着手里的保险拍照 发行万能显产品在A股疯狂扫货 然后先后拿下了南部A 中距高兴等等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并且还一度成为了万科的第一打股东 把醉心于红烧肉的隔壁老王都逼到无路可走了呀 但是本来胜券在握的 他却犯了一个男人最大的错误 竟然又跑去举牌格力电器了 从而呢就惹毛了董明珠 这个全国最不该惹的女人 骂他破坏实体经济砸中国制造的帽子 结果管理层震怒 姚老板甚至被形容为是奢银无度的土豪 兴风作浪的妖精 然后呢就无奈的吐出了万科 格力的股权 虽然说也是赚了一大笔啊 但是吞并万科的这个意图 最终就失败了嘛 在万科上雪赚了一笔的宝能 后来有点飘 当然这不是他一家的问题 而是那个时候 这整个行业都在疯狂加杠杆 然后就碰上了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大调控 再加上在汽车业务上浪费了上百亿 最终他自己也爆雷了 原本都吃到嘴里的中具高性的股权 也被迫不断的减持 从大股东变成小股东 而原先的大股东中山国资则趁机反攻 于是就有了现如今的公司控制权的争夺战 这个过程也非常的精彩 先是中山国资方代表火炬集团发难 通过控制的监视会发声 要求罢免宝能系任命的四个董事 理由就是你就一个小股东 你没资格做这么多把交易 接着呢 宝能系也发了5000字的公开信 说火炬集团用虚假诉讼等等方式操纵股价 损害其他股东利益 双方就这么 一家中国公司被美国禁止在全球范围内 包括中国销售自己的产品 同时呢 还被处以每天罚款100万美元 这种令人窒息的利空谁扛得住啊 这家公司名叫海能达 在深交所上市 摊上这样的事情呢 今天股价自然是毫无悬念的一字跌停啊 这家公司成立于1993年 总部位于深圳 在行业内也是小有名气的 之前被称为是专网通信行业的小华为 它主营的业务就是销售双向无线电技术产品的 2022年的年报显示 这种产品占到公司的营收比例达到83% 所以呢 你可以认为 这家公司主要就是卖对讲机的 最高的时候 公司市值达到了400个亿 那公司之所以会被美国制裁 主要是因为它跟摩托罗拉有一个专利纠纷 2017年摩托罗拉在美国起诉海能达的部分产品 侵犯了其核心技术和商业秘密 2020年的3月 美国法院一审判决 海能达需要向摩托罗拉赔款人币50个亿 不过海能达称 某些赔偿项目是重复计算了 就把这个赔偿金额降到了大约35个亿 并且对这个判决提起上诉 此办公司在2022年的6月份 向深圳中院提起诉讼 说公司设计的H系列新产品 已经没有侵犯摩托罗拉的商业秘密和版权了 而作为反制 摩托罗拉也向美国法院提交了一个禁诉令动议 要求公司撤回深圳案件的起诉 今年3月25号 美国法院批准了该项动议 同时判令 认定海能达没有遵守禁令 决定临时禁止海能达在全球范围内 包括中国销售对讲机产品 同时还要每天对它罚款100万美元 这个禁令很严 不管是自销分销代销任何方式都不行了 那至于什么时候可以停止这个制裁和罚款呢 需要对方认为公司完全达到要求才行 面对突如其来的理空 公司公告说 已经按照要求撤销了深圳案件的起诉 下架了相关的产品 同时向美国法院申请撤销上诉的判令 争取能够早日解开这根 足以让公司窒息的角锁 此外公司实控人也表明了态度 说六个月之内不会减持公司股票 以增强市场和投资者的信心 但是老实说啊 官司都打到这个份上了 等于自己已经像鱼肉一样 放在砧板上任人宰割了呀 窝囊吗 的确窝囊 冤枉吗 结合公司前后的应对举措 以及业内人士的评价来看 不算太冤 因为侵犯摩托罗拉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 这个事要多多少少是成立的 从起诉书的指控内容来看 侵犬从2007年就开始 一直到2020年才结束 在那个草莽时代的民营企业 很多都是奉行的拿来主意 的确是没有拿知识产权当回事 可是呢 当你小打小闹 没有触及到巨头切身利益的时候 你闷头赚点小钱没有问题 但是当你都做大了 做上市了 还有那种手段 那么很容易就会遭到巨头的重击 更何况 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都这样了 逮住一个典型 能不被吓死手吗 当然了 美方的确也挺蛮横的 从中心到华为 再到现在的海能达 长臂管辖 整个世界几乎没有死角 但是呢 打铁还需自身 A股的又一个大笑话呀 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了 领了罚单 帮他审计的会计所也被罚了 不光罚了款 还扣银业执照 不让你在A股接单 按理说 这应该能够吓到 那些做坏事的人吧 结果呢 还是我们太天真了呀 证件会是开了罚单 可人家呢 是换了个名字 就把它给躲掉了 要是都这么晚的话 这A股能好得了吗 怎么回事啊 有家A股公司叫金通灵 因为连续6年业绩造假 去年11月被证监局开了罚单 这家公司的审计机构 叫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也在今年5月份挨了板子 看上去罚的挺严的 罚款了4000万的同时呢 暂停从事证券服务业务6个月 意思就是说呢 这半年里面 他不能够再在A股接单了 在这个罚单开出来之后 好几十家A股公司 纷纷跟他解了约 不要你审计了 本来大家还以为 这可以震慑到那些干坏事的机构了 结果仔细一看 这些公司是这边跟大华解了约 转头呢 就选了深圳大华国际 和北京大华国际 猫腻在哪啊 这两家会计所 不光名字里面有大华 里面的会计师团队 很多都是来自于被处罚的那个大华 连分锁的注册地 装修风格都是一样的 这事感情就是 你不让鲁迅做生意了 但我们找的可是周数人呢 说实话 上市公司造假 帮他审计的快失事务所 自然是能看出来的 但现实的情况是 上市公司花钱 请人家来审计自己 上市公司才是给钱的甲方爸爸呀 那会计所为了保住自己的贩买 不用想 也会默契地配合 睁着眼闭着眼 当然了 为了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那监管曾采用的办法就是 罚公司的同时也罚会计所 不光罚款 还提你的资格 相当于扣营业执照 但是很快呢又被人发现漏洞了 你罚了大华扣了执照是吧 但是里面的那些会计师可以跳槽啊 而且对于上市公司来说 我要是找新的会计师 容易泄露我的商业机密 那还不如就找原来的老熟人呢 你带着项目跳槽就行了呗 结果就是你把他的东门关了 人家转身开了西门 照常做生意 现在这个bug是被发现了 那怎么解决呢 之前有人提过思路 比如说审计机构 不能让上市公司自己找 得由监管层来指派 或者是随机抽签 但问题是 每家公司行业规模都不一样 老要是换人的话 实际操作起来也挺麻烦 还有人建议说 对于审计机构的处罚 就干脆要穿透到人 不光是罚会计师 还有相关的合伙人 都得负上连带责任 永久给他拉黑 想当年 安然这家公司造假 结果把近百年历史的会计所 安达信都给搞黄了 如果我们还继续这样 不痛不痒的 能行吗 退市新规 变成了小盘股的旁贝末日了 今年已经有230家腰斩 1700多家跌幅超过30% 还有400多家面临着ST 或者是退市的风险 昨天退市原成暴跌96.44% 这可是创了A股 单日最大跌幅的记录了 而今天呢 又是4000多家股票带涨 有两只股票的跌幅 又超过了60% 小盘股正处于 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时刻 但是呢 也在酝酿着最大的机会 因为这波 实际上是属于 无差别的杀跌啊 国九条以及退市新规的出台 目的很明确 就是奔着大批退市 这点咱可不能心存小幸啊 新规出的雷厉风行 但是相应的 投资者的赔偿机制 又还没有来得及落地 所以这个时候踩到地雷 就等于血本无归 这就造成了 对于记差股的恐慌 演变成了 对于小盘股的 无差别恐慌 因为现在市场默认呢 盘子小 就是业绩差的结果 所以呢 宁可错杀 不能做错 导致市场形成了 一种很极端的思维 大盘股都是好人 市值50以下的呢 都是坏蛋 咱们知道这个道理 是不对的 但是市场觉得对 那恐怕也是好事吧 因为这么一来呢 以后就有了低价 买入优质资产的机会了 可问题是怎么选呢 这个现在都不是重点 因为现在的重点 仍然是活下来 现在A股的主要问题 来自于历史 多年前射出的子弹 击中了今天的自己 如果没有那么多的 违归上市和财务造假 也没有今天的连环雷 那现在的治理思路很明确 就是要大刀阔斧 对A股河道进行清淤 哪怕伤到一些小鱼小侠 付出一些代价也要干 早一天治好 早一天走好 当劣质公司清退以后 A股的供需关系 将会大幅的改善 流动性会迎来好转 同时呢 净未分明 跟港股美股一样分化 10%的公司 负责带领指数上涨 剩下的那些90%的公司 负责躺着做新电图 就算以后有牛市 几千只股票 一起上涨的盛况 也很难再见到了 那随着治理结束 一些被错杀的小盘股 也将会获得巨大的空间 策略呢 非常简单 四个字 胜者为王 现在呀 就算能选出来也没有用 只要能活到天亮 到那个时候 不需要费多大的功夫 就能选到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以后都需要对研究 基本面更加的重视了 上市公司 他可以圈钱几十亿之后呢 然后围个归 等股票几十个跌停之后呢 再拿出一两个亿回购 再交点罚款 就安然退场了 但咱们的钱 给了自己的真金白银好吗 不想上菜单 至少得要能看懂菜单 一件影响一大批人的政策 在新的一年就要开始实施了 尤其是对于中低收入者 和灵活就业人员来说 这个事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大 因为每个月会增加一笔固定的支出 深圳人设局日前公告 说是从今年1月1号起 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的 最低缴纳标准 将会上调到全省平均工资的40% 那按照8807元的标准计算 那就涨到3523元一个月了 而到7月1号开始 还会进一步的上调 到全省平均工资的60% 即便不考虑每年工资增长的情况 也会涨到5284元 而深圳原来的最低门槛 仅仅只是深圳最低工资 也就是2360元 这个缴费基数从2000多涨到3500 再到5300 翻了一倍都不止 那这也意味着 之前凡是税前收入低于8800的人 自己所缴的费用都会增加 那拿到手的钱自然就相应的变少了 深圳一直是个特别的地方 在之前国家统一的规定 就是社保缴费的上下线 按照全省上一年平均工资的 300%到60% 但是深圳因为是特区有立法权 为了更好的吸引外来人才 就自己规定 下线可以按照深圳最低工资标准交 那我们知道养老保险分两块交 其中个人交8% 非生户的单位交13% 生户的交14% 那像很多的中小企业包括灵活就业人员 通常就选择最低的那一档嘛 也就是最低公司2360 按照非生户算乘以21% 那每个月只要交496 而如果按照新规的话 7月1号以前每个月交740 之后更是要涨到1110 所以如果您是灵活就业人员 那这块多出来的支出就必须全部得自己掏了 每个月要多掏大约600块 那如果你是在企业上班的人 单位交的部分企业出 但你自己负责的8% 还是要从工资里扣掉的 那按这个比例计算的话 每个月到手的也会少200多 当然了按照养老保险的规则 官方说法是多角多得 长角多得 现在多掏一点 退休后就能多领一点 那这个事也意味着 深圳的养老保险也在提高统筹的层次 其实2021年的时候 深圳就修订了特区养老保险的条例 提出把这个养老保险的基数下限和比例 过渡到跟国家和广东省的统一标准 当时人设局说的是 这个上会有利于制度的统一性和公平性 同时也会有利于企业公平竞争 这个上其实也很好理解 就同样的人 东莞的企业 每个人每个月要交1000的养老保险 而我深圳只要交400多 那肯定深圳的成本会更低 但是其实除了官方说的这个原因之外 很可能又有其他的考量 因为深圳它毕竟是个移民城市 现在的养老负担其实不重 截止到2022年底 每年深圳的养老保险收入1632亿 支出只有336亿 累计滚存了5524亿了 但是虽然家底很丰厚 也得未雨绸缪啊 毕竟深圳目前的常住人口 从去年开始已经首次下降了 而随着这两年经济不景气 加上人口结构的变化 很有可能在未来的缴费人员 还会进一步的下降 这也不是深圳一个地方的问题了 根据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的预测数据 到2026年 全国60岁以下的参保人员 将会达到峰值 27年到45年逐年下降 明年